曾经到困索 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难每一刻 总有知识 无分离乱 无名天一起每天 乘怕安 和寄望 分享这信念 无论地地或架座 总可再见面 随同着血液的理想 奔向飞前 心一起同门红 不孤单一人 齐抵抗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万世到白楼 荣光民主同行 感谢观看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說幾件事 都是和移民和簽證有關的 因為講的是各國因應香港的情況有些新的措施 也講一下我在這裡做遊說的一些點滴、一些心得 首先想跟大家講一下澳洲 澳洲之前幾集我們都講過 很感謝他們推出了全面的被封廣政策 供了很清晰的路徑 我自己預計很多香港人都會用讀書或者公國簽證 來到澳洲,然後留下,然後申請永居 我們看到最近,剛剛過去這個星期 又約到這裡的移民部部長 透過這裡的黨議員去約見 他也很好的在維州 看到很多維州的香港人組織的代表 學生的代表等等 其中我們問了一些細節 包括現在這個新的簽證下 申請的人數有沒有上限等等 其實他很清晰說到沒有上限 我們其中一個很仔細看的關鍵 就是那個我們英文叫character test 因為所有香港人移居到澳洲 其實理論上要經過 去申請成為永居居民的時候 去經過一個品格的測試 講到品格的測試 就是我們很多香港人都知道 例如梁文證或者是刑事紀錄的證明 這一點就令到很多香港人都很擔心 究竟2019年以後發生的事 後來變成很多的刑事案件 有些的定罪、有些沒有定罪 但也都是有些官司在進行中 其實他們還可不可以申請到這些簽證呢? 我就沒有新自見那個移民部長 因為在這裏封城底下 我就過去維修都不是很方便 但是我也都透過香港人的代表組織 我都聽到一個很清晰也都很正面的訊息 就是移民部部長覺得這個不是問題 就是因為我的演繹或者我自己的分析就是 澳洲政府很清晰 當在19年之後才發生了反送中運動 經過了警暴很多的官司的打壓下 很多香港人很多甚至是參與前線 或者是未必是最前線 但是有高度參與的人 都很多時候已經被律政司告過 那那些的案底或者那些形式程序 我收到很清晰的訊息 都是說不是問題 他們懂得分析 就是哪些是政治案件 哪些不是政治案件 那我覺得這一點非常之重要 那如果你盲目地 閉盲眼或所有刑事的案件 我都不會讓你通過 不會讓你永久定居的了 那其實真的是等於落集的 但是如果我起碼 今次的議論部部長都說 不是問題 他們會識分 他們覺得不是一個阻礙 那我覺得 起碼我們暫時都是樂觀 是有信心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 是很多年輕人 或者很多家庭 經過反送中之後 抵受不住了 就是覺得想去另一個地方 去到澳洲申請的時候 我自己暫時的分析 我都覺得是明朗的 即使有這個品格測試 那另一方面呢 品格測試有很多人跟我說 如果開放了學生簽證 或者是工作移民 跟著去到移居澳洲的時候 當中有很多藍絲在裡面的 當中有很多警察家庭 公務員等等 那這個我覺得 都是要全面去檢視的 即是沒有理由開放給他們 因為他們正正就是 很自首 他們正正就是有份打壓 香港人的作囚違約的人 那所以我在我的倡議裡面 都會提到這種品格測試 所以更加要測試一下 他們究竟是否已經宣誓的公務員 那如果是的話 我不代表每個工聯 都一定是壞人 但是如果簽了宣誓的 校中特區 校中港共的時候 他曾經做過什麼呢 我覺得這裏的移民部是有責任 去嚴格審查 那當中不只是公務員 我們也不只是心理公務員 特別是執法人員 紀律部隊 或者和反送中運動 街頭抗爭示 或者直接參與的人 那可能很大部分都是警員 他們是否會這樣輕易過到品格測試 在我的倡議裡面 我覺得澳洲政府的移民部 很小心去看 那不可以放過這些 因為放過不只是說他們做錯誤很簡單 對澳洲來說都是一種滲透來的 讓他們入境 那這些都是我在倡議的時候 我會提出的一些論點 那這些的最新發展和大家分享一下 話題一飛飛到英國 英國呢 有些新的進展 就是英國的一些有名望的議員 一些很關心香港的 也都在地位挺高的議員 他們集合了提出一個修正案 這個修正案是在他們的國籍法裡面去修正 他們修正案的內容 其實就是令到在1997年之後出生的 就是基本上是年輕人 但是又沒有BNO的人 如果只要他父母其中一方都有BNO的時候 這些年輕人都合資格申請到BNO簽證 去到英國去停居 那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很重要的修正案 因為他還沒有通過 我不知道在聖誕之前 可不可以有個好消息送給香港人 但是我說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自從反送中以來 各國都有強硬的聲明 有新的移民政策 大家都向香港伸出援手 但是我坦白說 也都是老實說 這些國家都要看自己的利益 所以很多國家都是難免吸收一些專財 吸收一些投資移民 也都要吸收一些中產家庭 或者帶著資金來的家庭 那當中當然的確很多家庭受惠 但是我經常心裡有一個糾結 就是在香港犧牲得最多的那幫年輕人 他們沒有受惠 我記得我離開香港第一天 就說到現在 大家都在說到現在 說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去看這幫年輕人 如果他們被政權高緊 他們是需要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著目 所以這次英國真是有一幫議員 他們超延了澳湖港 脫離了只看英國本土的利益 不純粹是看我要最好的人 不要老人家等等 我只要技術移民 我覺得是一種超越了 純粹本土英國的利益 他真是為了人權自由去發聲 他真是為了這幫年輕人去講說話 所以我只是這個修正案放上台去到國會放上台面 我是覺得很顧慕的 我是在背後要很大力地去感謝這幫人 不知道的感謝 我還在香港監察裡邊做很多聯繫的功夫 怎樣游泳成國會 因為當然我自己分析有沒有機會通過呢? 我覺得是有的 因為為數聯合提出這個修正案的議員 為數不少 我理解暫時有十幾人 當中是有些很資深 也都很受尊重的議員在裡面 但是整個國會這麼多議員 你要很多的游泳工作 所以我也會參與這個游泳工作 雖然我沒有人在澳洲 透過網上上網 透過很多的書信來往 希望香港人都一起集氣 去到令到這個修正案 在很多的期待之中 可以通過幫助很多香港的慶日 這個是在英國的一個女生的發展 又回到近距離 我最近都有機會在網上 現在在澳洲在疫情下很多都在網上 在網上看到一位工黨的領袖 我暫且不開他的命 因為那個都不是一個公開的會議 那很多人都覺得澳洲的兩黨的政治裡面 現在就是自由黨執政 如果在下年大選之後 工黨執政的時候 很多人很擔心 究竟對華的那個強硬政策 協助香港人的政策 可不可以協助到呢 在這個星期我見了一位資深的工黨領袖 我很坦白和他講一件事 我說在十月一號的時候 很多香港人見到你 受到一些在本地的中國的商會邀請 去慶祝中國的國慶日 而你又想去發言 也都是有一同慶祝的時候 我說令到很多香港人 和甚至維吾爾人 台灣人等等 他們的感情是很受損的 他們是很失望的 那就是對於那位工黨 很明朗很高的領袖 那他都幾惡言 我都很坦白地跟你說 那就是我說 未必有個人意見 但是很多人的意見都很擔心 就是如果工黨執政之後 會不會對香港人 依然都是這麼關顧呢 那他當然有政治的答法 但是我覺得我的游說動作 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本地 去到澳洲 有血有肉的人 我要說回我們很真摯的感情給他聽 我要讓他知道很多香港人 很關注他們的一言一行 我跟他說 台上跟你一起慶祝中國國慶的班人 就是對著維吾爾殺了他們的家人 把他們困住了 就是在香港把我們的戰友困住了 把年輕人 提入監獄的人 我說我們很難受的 我希望透過這種的壓力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所有和港共和北京關係好的 著重商業利益的商業關係的 我們會給他們很大的壓力 我們會告訴他們 這個是不道德的 這個都是我在澳洲 或者在其他國家上面 可以工作的 其中一個方向 或者一些我們會做的事情 當然我覺得未必可以很公開地這樣說 但是這個策略 我可以很公開地告訴大家 我們在背後會做很多工夫 去遊說國際社會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希望有機會再跟大家說多些 我在海外的情況 好 又歡迎來到一個星期一集的 歐斯香港和你車澳洲站 我是你們的主持Charlotte 今天我們都有大寶在這裡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Charlotte 這個星期我們都好像有很多很有趣的新聞 好像上星期六或上星期 我都跟一班外國的媒體朋友 都是玩一件事的 就是源自新華社 就是在六中全會的時候 就玩造勢 然後就在Twitter上出了一個很有趣的tweet 這樣就在歌頌某一位 好像小熊為尼的領導人 中文的譯本是叫什麼呢? 就是他形容這個人 是一個有決心有行動的人 一個有深刻思想又有感情的人 一個也承繼以前的遺產 也敢於創新的人 一個很有前瞻性眼光 並智力不懈努力的人 就拍著某一個領導人的照片 於是我們上個星期 就跟一班很多媒體朋友 就不斷把這句話完全說出來 然後就配不同的照片 我就配了小熊為尼 有些人就配蝙蝠俠 很多不同的什麼人物 我看到就是 我記得有個朋友 紀大雄 海大雄 他鋪著一個穿著浴袍 很堅決要去超級市場買奶的人 配上這些很有前瞻性 很有決心的人 於是我們整個媒體 就在Twitter玩了整個weekend 就是玩這件事 就是六中全會 大家都覺得所有的焦點 就是看著中國 就算連這個澳洲廣播公司的新聞節目 就是這個國際新聞節目 The World 早兩天在他們出這個歷史決議的時候 也找了一個評論員去講解這個歷史決議 然後主持就要調刊一番 因為這些黨八股的事情 完全是沒有人明白的 接著就在我講 這些沒有人明白的事情 究竟問那個客席的嘉賓 究竟你可不可以抽屍膜間出來呢? 接著那個嘉賓 講來講去都不知道講了什麼 所以都是大家有個G字 大家可以上YouTube 看一個澳洲廣播公司的官方的YouTube頻道 找回那段片 都是挺有趣的 除了中國之外 另外呢 在這個星期 澳洲的政壇 在輿論界 有一個很爆炸性的新聞 你知道嗎?沙羅 是不是在講前總理基庭 所謂的親中言論呢? 是啊 沒錯 為什麼他會這樣來呢? 話說Gating參與了一個論壇 他在全國記者俱樂部 National Press Club 有一個演說 跟一個記者主持對談 我們首先講回Gating 沙羅你也是非常年輕 你都不太清楚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是一個90年代 就是接這個澳洲總理 工黨總理霍克的一個總理 他在霍克當總理的時候 他是當當時的財長 有一些貢獻 很多澳洲人都引以為傲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澳洲是成為全球裡面 其中很首先的國家 是推行這個塑膠銀子 就是現在很漂亮在那裡查一下 查一下有聲音的塑膠銀子 就是在這個基庭大力推之下 而推出的了 我們現在5元10元20元50元100元 全部都是塑膠 理論上防偽務都是很OK的 除了最近兩年有些人出了那些年功券 就當假銀子 引起軒然大波 另一件事就是基庭在他做總理期間 達成的事就是他去申辦2000年的雪梨奧運 申辦成功 那一年也是很令人興奮的 因為其實參與去競爭的城市 全部都是很強勁的 譬如有柏林 柏林都有一個申辦 但最後就是雪梨搞了大興土木 在澳洲搞了奧運圈 在Hompost 建了很多的體育場地 現在都還在用著的 不會好像了查 荒廢這樣 這個真的是澳洲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很多時候聽到其他國家投訴 搞了奧運就是因為你大興土木 用了這麼多錢去建這麼多東西出來 結果就是荒廢 我記得我忘了哪個國家 但是看到整個Stadium 是完全荒廢到一個地步草地都爛了 草地爛了 所以這個很誇張 你應該沒有去看過水立方 水立方也是很嚴重的 你去的時候應該是完完整整的 現在真的很難說 所以你真的不要說 其實雪梨奧運都是一個很成功的奧運 仍然是賺錢 不是令到澳洲的國債揹得很重 算是萬幸的 之後其實每個人都招頭爛額的 就算你推回到2016年的里奧奧運 現在都是你所說的草地荒廢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看到的2021東京 其實它們都有一些很環保的方法 有些東西重用、再用 這樣都可以的 我們不要拉到這麼遠 我們說回基庭 基庭在這個National Press Club 它發表了一些很有趣的演說 大家知道它是來自工黨 我們都經常在節目裡面都說 它都是立場比較親華 整個工黨 理論上代表工人階級 事實上就是站在工人對面 究竟基庭究竟講了些什麼? 莎勒 它很深刻一句 中國太大太中心不能被排斥 現在只知道我還說中國是世界全球化的傳教 我看見這句我都打爛了 我心想是世界全球化還是世界中國化呢? 這就是見仁見智 有些人收了某個地方的錢 可能會說話 但是最重要 我想它其實有人在網上展輯了它的對話 大概是三分多鐘 其實我有聽過一次的 很快速地1.5速地聽過一次 聽完一次之後我要重溫 因為要看一些新聞報道 然後再留心去聽它說 我第二次聽的時候 我聽了一分鐘就真的懂得記 它說什麼呢? 就是台灣不是澳洲的重要利益 台灣和澳洲是沒有聯盟 也沒有任何文件條約 而澳洲也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它最重要的說話 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所以澳洲不應該去參與很多關於台灣的事務 我這個真的聽到眼火爆 它說如果是一個聯合國裡面的成員 是一個主權國家 澳洲就應該去參與事務 那澳洲是不是應該要跟北韓去朋友呢? 或者跟蘇丹去朋友呢? 我們真的很有興趣想知道它的答案 它都說澳洲和其他國家需要接受中國 在東亞和亞洲大陸的優勢地位 而且說美國將中國錯誤解到違規地區的利益相關者 它是覺得 它擺明就是 講到尾其實我覺得它這樣幫中國說話 就很有衝突的 因為它自己本身都是一個beneficiary 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的 之前都看到ABC還是 那個應該是Fairfax Fairfax Media那裡說 原來揭露了它有機會是 in breach of澳洲新的Foreign Interference Laws 是啊 沒錯 是的 其實那一則新聞 其實已經在說的是差不多三年前的一則新聞 四年前的2017年的新聞 當時我們的澳洲總理不是莫里順 而是譚寶 當時他已經開始推出反對外國勢力去介入澳洲政治的法案 當時在Fairfax Media 即是我們的《雪梨神風報》或《時代報》 有兩位記者寫了一篇報道或評論員文章 譚寶總理當日去做這個反對外國的干預 他就提到有幾件事 譬如好像學美國那樣 將一些報章成為一個外國的代理人 簡單來說《環球時報》、《人民日報》 現在在這個外國的干預法案來說 真的是Foreign Agent 就是一個外國的政團 另外他就提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就是當時的前總理基庭 其實現在也是前總理 因為他是財長的關係 他做了什麼呢? 他就參與了在一間機構叫做中國發展銀行 中國發展銀行裡面 是坐在上面做一個顧問團隊的其中一人 中國發展銀行 國家發展銀行 大家知道是做什麼的 這些就不需要說那麼多 然後接著就被人評論 他是不是應該都是一個外國代理人 就是無從機構 事後他也是很暗躺地躲起來 就是不去評論這件事的 其實就這樣說 他是一個這麼有利益衝突的人去說這件事 其實在澳洲的輿論 或者是一個 輿論唯一是報章 會不斷這樣說 然後一定是追訪總理莫理信 然後問他是怎樣看的 其實那些網民其實對於他的言論都很良極化 有一些可能會很著重一個叫做 Integrity 就是很有完整性 很有道德標準的人 就會覺得他是非常之 不認清形勢 有些人會認為他是說 好像在做70年代的一個政客去看 用70年代的眼光去望現在的中國 有些人就會拿中國現在的人權現況 就是怎樣去對待維吾爾人 怎樣去對待淘博人 怎樣對待香港人或者澳門人去看 然後去對照這個機庭這樣的言論 就會覺得他是非常反感 但是非常有趣 澳洲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文化多元 以及意見都很多元 有一些可能剛才我們講的那些言論 就是那些評論可能是會 他們會歸納由比較中間 或者比較右翼的 比較左翼甚至是左膠的 你怎麼看呢? 他們就會很接受這個機庭所說的 然後就很反對 就是Integrity的總理莫理信 就是怎樣去拉攏美國 拉攏英國成為Oukus的成員 然後就準備去買美國的潛艇 去按了法國潛艇的交易 然後就跟中國很堅實地對著幹 是非常反感的 當然左翼人士向來都是比較反美的 所以他們覺得我們好像拉攏去美國那一邊 當然他們會非常反感 但是他們是不會去認清 中國究竟是怎樣去打壓 打壓他所說的少數民族的人權 甚至乎手一伸進來澳洲裏面 他們是會視而不見的 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如果你是坐在澳洲去看不同的媒體 或者看不同的網民怎麼去評論 你會發現很多有趣的事情 就不會像你看香港那些 香港的媒體 現在全部都是一面倒 是的 不是 怎麼會是一面倒 是有一些人還在跳瀚政府 還有另一邊就有極多的誤毛 是的 又這麼說 其實澳洲我們說親中政客 基亭都不是第一個 也都不是最後一個 他之後還有一些前總理 譬如陸克文都是一個非常親中的總理 但是親中到他簡直是說流利普通話 甚至乎流利過你和我 Charlotte 真的會 我普通話很糟糕 他現在卸任了這個總理的身份 就是在香港的亞洲中心做一個主席 亞洲中心就是在我們的太古廣場上面 那一棟在英國領事館旁邊 行籠集團買了一個去建一個中心 叫做亞洲中心 是一個來市智庫搞很多的seminar 那綠克文就是當中的位高權重 就是暫時可能現在美國和澳洲拉攏得很厲害 他都開始有點收聲 但是之前他們仍然是不斷的 抨擊這個總理的莫理信 就是自由黨的莫理信 對於外交事務都是亂來的 其實他們都是見怪不怪 就是兩黨之爭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為什麼他們現在會 就是前總理基庭出來大放缺詞的時候 那些工黨全部都暗筋了呢? 這個我也想想 其實現在澳洲的態度 就是對中國的態度 其實已經算是很強硬 很少可以看到澳洲可以這麼 站得這麼硬 在一件事上 但是現在一想回頭 綠克文基庭 好像全部親中的前總理都是 都是工黨的 是嗎? 還有上一次救生艇的霍克 都是來自工黨的 那說一說 上一次霍克做了什麼的救生艇呢? 就是八九六四 天安門事件之後 當然很多民運人士出逃 澳洲也有很多民運人士 甚至乎要來讀書 甚至乎做黑工 那當年霍克總理也做了一次救生艇 那就是 但是有愛心 它在六四之後 也有一個解密的文章 說它聽了briefing 然後發表現論的時候會落淚 然後就發出救生艇 就是歷史是不斷循環的 三十年前 三十二年前就有一個救生艇 三十二年後 也都是來自這個澳洲政府 也都在放救生艇的 不過這次對象就有一點點不同了 當然是很取決於 你自己認為自己是香港人 還是香港是中國人 還是中國人 就真的要去細數了 那講究竟外面的人怎麼進來呢? 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們又講講另一個題目 好 好 回到第二節 我們準備去講澳洲現在準備開關給留學生 現在回來的時候的問題之前呢? 不如說回剛才基庭的事 莫理信現在的總理好像也有些反應 是不是?大佬 是啊 莫理信當然作為一個對家的自由黨 和國家黨聯盟的領袖和總理 當然對於前總理基庭的言論 當然是不可以退縮 一定要說 雖然他是一件舊電池 他在星期四的時候 因為基庭是星期三說的 星期四 莫理信總理也說 他的言論是令人覺得很震驚的 因為其實 莫理信覺得澳洲應該 和其他國家有更多聯繫 更多聯盟 他對於超級大國崛起的某一個強大經濟體 應該會有一些應對 因為其實他會覺得保護台灣 其實不只是符合澳洲利益的 澳洲應該要主動出擊 避免台灣問題 和中國進行任何軍事接觸 而莫理信很一句 他扮演到基庭的一句話 就是說他離了大堡 out of the line 莫理信也說 在印太地區 是要保持一個很強硬的立場 捍衛澳洲自身的利益 是要採取一個非常強硬的立場 以及區內的盟友 保持緊密的合作 不僅是美國、英國 即是AUKUS 以及東盟、ACN、日本、印度 都是一個印太聯盟的成員 亦是不可以讓人亂摸 這個附近地區的繁榮穩定、安定、安全的情況之下 這個亦是說到莫理信 他對這個聯盟是非常有信心 亦是很強硬的 由星期四 11月11日 國殤紀念日的時候 他在LinkedIn 也有一個講話 在我的專頁也說了 大家不妨去看看他在LinkedIn 裡面說了一句話 關於國殤紀念日 怎樣去紀念那些衛國捐區的澳洲的軍民 他在中間那段就是講澳洲 這是一個很好的時代 就是我們去記住 我們要捍衛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自由 不是得來不言的 沒錯 我們要硬硬 我們要應對一些 會任何去bully 就是欺凌我們的人 以及一個團體 嘩 我聽完之後大快人的心 好像真的意有所知 真的 所以其實很明白 沒有理想這番言論的 因為講到中國的親律性 這個是大家都公認的了 你只是看到他在南海上面的動作 對著菲律賓 對著其他國家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如果他真的打下來的話 他是不會做這件事 所以南海的局勢 甚至台灣、日本的話 其實對澳洲都很大影響 因為始終很接近 那麥理信最近 都真的有很多有趣的言論 另外一個就是 他在那個氣候峰會的時候 講到說 其實大家要聯手來對付 中國氣候問題 instead of 全球的氣候問題 這個人 錯了 其實是中國 不好意思 是氣候問題 China climate control 是的 climate change 真的 我們都覺得 嗯 有專門的 怎麼會不是 這些大家自己心照 當時在那個會裏面 有哪一個國家 特別在那裡 疑惡惡 這個又不肯就罰 那個又不肯就罰 這個又不肯做 那個又不肯做 不肯同意任何事情 這個大家自己有眼看 或者我用另一個樣東西去形容 就是 GOP26在一個 蘇格蘭格拉斯哥那裡 舉行會議 究竟哪一個國家 連人也不見 然後視像也不出席 大家自己去慢慢揣摩一下 或者看以前的新聞紀錄 去找回那個是哪一個國家 嗯 大家都知道 某某小熊 其實已經 一段時間沒有離開過自己的角度 不過回來講 澳洲人對於開關之後 留學生進入澳洲的矛盾 不如 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 11月1號的時候 澳洲終於正式 某程度上 開回國際間 雪梨機場 可以迎接歸國的澳洲人 是不是大寶 是啊 我們看到電視畫面 真的很令人動用 我們很多的澳洲人 最近接近兩年時間被困海外 我們經常都宣傳澳洲人 有接近四萬至五萬的 合資格的澳洲國民 就是佔著澳洲護照的人 想回來澳洲 但是沒有航班 沒有專機 什麼都沒有 於是要滞留在他們要的地方 時有新聞就是說 他們可能他們的工作簽證完了 在外地 或者可能他們的工作沒有了 要逼迫要走的 但是澳洲又沒有機 結果滯留在那裡 很慘很慘 就是膽盡量絕 或者有些人 可能你也知道 某一個肺炎 有些家長剛剛那個時候農曆年 放了那些孩子 去了一個蝙蝠聖地 去陪爺爺媽媽 結果自己就回到澳洲上班 那些孩子就封了城 就回不了 就是很多這樣的故事 就是無論是蝙蝠聖地也好 或者是印度 很多人都是 就是 就是兩夫妻很辛苦在那裡做工 然後他們唯有要留下子女 就是去探爺爺媽媽 結果就被困 那這些很多這樣的故事 所以現在開關 就是真的有正式的水泥航班 就是不用那麼焦頭爛額 那當然進來都是要去做核酸檢測 它確認了你打了針 還有你也要做你的隔離的工作 然後就可以靜靜地回家了 那也都開始 就是那些航班開始鬆動 那我們知道 雖然是跟疫情之前是差很遠的 就是譬如雪梨菲、新加坡 現在是說一個星期有14班 那和以往是說一天有6班 當然是差很遠 那又或者大家很關心的 就是國泰香港 就是香港航班 香港去雪梨的航班 就是每一天的4班 我只留下航班號碼 我還可以背得到的 那現在呢 現在就只可以大概是一個 就是國泰就是會慢慢去鬆動班 但是都是說一個星期只有8班 和一天有4班是差很遠的 是差很遠 是啊 那麥爾本就不要說了 就是這些航班會更加少 就是可能只是一天一班 但是麥爾本現在還是每一天都千多宗 那大家都是好好衡量一下 你的抵抗力當然有多高才好去 那另外一則新聞呢 就是澳洲的最旗艦的航行公司 奧航 是的 奧航 其實它之前都是空中巴士A380的 其中一個大買家 那A380我也坐過 它的航班很多都是 就是由這個雪梨飛去美國 洛杉磯飛這個 洛杉磯飛這個 洛杉磯就是LA 有這個三藩士 還有這個達賴斯 那我也坐過達賴斯的A380 那都是很舒服的 那就是疫情的期間呢 基本上全球所有的A380 都要睡在奈華達州的沙漠的了 那剛剛上個星期呢 就奧航其中一架的A380 終於在新迷西哥州那裡 回來了 那準備在這個明年的年初的時候 重開這個洛杉磯航班的時間 就可以再次動用A380 那當然啦 不是馬上飛回來就可以馬上去再客 因為有很多的檢查 就是有些零件可能需要換 那些firmware要update 那還有機師呢 那些機師呢 那些機師呢 就是沒有事情做 沒有事情做 沒有事情做要去奔寧 那這些都是權宜之計 那他們上班是要做大概 都要接近26個星期的training 才可以再次去他自己原本的飛機那裡飛的 那這些澳航是一個全球其中一個 最安全的航空公司 那這個早些回來 就是早些會有些A380飛來飛去 那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那剛才所說 就是疫情的期間 其實都有四五萬的澳洲人 還未能回國 那現在呢 我想現在都應該少一些的了 可能都是少於三萬的 那同時間呢 也都在這個澳洲輿論界 就開始有一輪 新一輪的一個討論 我想Charlotte你都記得了 之前疫情很盛行的時候 有四萬多人還沒回到國家的時候 大學已經開始磨拳拆掌 想叫一些留學生回來 就算他們是出了很多不同的 就是扭盡狗牛義夫 就是說我們包他們的機票 我們包他們隔壁的食宿 包他們住宿隔壁 他們在達爾文那裡隔壁 在聖誕島那裡隔壁 不如我們大學出了錢又怎樣呢 接著就被那些國民 罵到九彩的 就是說有四萬個國民 都未能回國的時候 為什麼你還會 有什麼理由還是打算賺錢 是的 澳洲廣播公司最近也有一個的報導 就是講一些大學生 看望回來就很難回來 又或者現在在這裡的留學生 很難回國 因為回去就代表很難回來 就回不了 連做留學生生意 或者做遊客生意的商家 當然是叫苦連天 特別是雪梨的唐人街 那最近那篇報導 講一些唐人街 就是叫救命的 就是由這個金糖 就是很多政商名流 在桌面上吃蒸魚 在桌底有交易的這個金糖海鮮酒家 就是將近結業的最後有白帽 沒有事了夠 最近也有副禮工 也終於是捱不住 澳洲廣播公司這篇報導 就是講這個唐人街 就是尤其是雪梨的唐人街 就是九一百多年之後 現在究竟是不是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呢 那些商家很叫苦連天 不知道沙諾里的阿德萊德 所謂的唐人街又是怎樣的景況呢 說了一句 在這邊唐人街 其實本身都換馬換得很快 但是其實 因為始終阿德萊德這邊 比較少 真是少人 而我們這裡也有一堆留學生 是決定留在這裡的 所以變成 始終阿德萊德都是大學城 是呀 可以說都是讀書的地方 變成尼德的學生 多數都是為了讀書的時候 他們是會選擇留下的 這樣變成 其實影響不算太大 但是都看到 真的沒有以前那麼熱鬧 那麼旺 我少去的 這些基本上沒有去的 阿超那些 但是都看到裡面少了很多人 珍珠奶茶你也這樣吧 珍珠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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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奶茶沒有什麼影響 我想阿德萊德的唐人街 今年都是很淡靜的 最旺的新聞都是阿德萊德的珍珠奶茶店 打這個員工 搞得牽然大波 這個員工是市工的 不是真的請了 是啊 其實我想澳洲人都是對於留學生 進來 或者遊客進來 觀望態度 但是留學生 就是回不了來 影響都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很值得提一提的 就是在這一節完之前 就是澳洲廣播室同一篇報導 說原來有一個新的商機 就是幫那些留學生 回不了來的留學生 收拾實驗 寄回去他們原本的國家 當然是某大的經濟體 這個真的是商機來的 幫人執包袱也挺有趣的 真的 說真的 如果是光人執花服的公司 我又不認識你 我自己又覺得不太想得過 但是 哎 某國的應該沒什麼所謂吧 是啊 在聶華之計 他們最多就是錢 窮得剩低的是錢 好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 又說說另外一些關於澳洲的新聞 好了 回到第三節的節目 我們剛才說到 幫人收拾世縣回國 這些服務 這樣的商機都可以想得出 其實澳洲都是很多商機儲儲 還有很多外國投資者 都是海餘著澳洲這塊肥肉 剛剛這個星期 有一宗香港很轟動的新聞 關於澳洲 但是澳洲人不太說 說的是香港以前房署的所有商場管理者 就是領展的信託房地產基金 再次涉足澳洲的商用物業 這次他就達成了協議 用了5.3億澳元去買了 雪梨市中心其中三棟大廈 第一棟就是QVB 我們俗稱QVB的維多利亞女王大樓 是一個商場 是一個文化遺產 其實在19世紀已經存在了 是雪梨市第二最多的人流利點 就是歌劇院所有人都認識 其實QVB也是很多人認識的 也有買了第二棟 就是在雪梨塔旁邊的The Strength Archive 也是一個19世紀起好的商場 我大寶經常都會穿過的 都很方便的 很多東西看 雖然不是很大 但是也是一個文化遺產的地方 是很獨特的建築 1888年建成 也買了QVB對面的Gallery 就是一些時尚的商場 有些餐飲 有些藝術 其實大寶經常都會去的 大寶經常很喜歡去的商場 因為是一個日本貨集中地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小日本 日本場 有日式餐廳 吃壽司 吃便當 有日式理髮店 大寶經常都在那裏剪或染我頭髮 有無因良品 不是 是被控告侵人權的無因良品 沒錯 是抄襲人的無因良品 還有澳洲唯一一間日式書店 《紀伊國屋》 都是在The Galleries商場裡有的 我都留下不少腳步的 原因是可以看日本漫畫 可以買正體中文書 這個是很難能可貴的 你自己去新畫書店 我真的聽你說已經出了以後好事務 沒錯 如果我急著要看正體中文書 我去不設台灣成品買的 我唯有在《紀伊國屋》解決的 即貴一點都要的 我絕對肯 這三個商場都是很重要的 剛才我都說了 雪梨塔領展已經買了 但在澳洲的網民很少可以談論這宗交易 因為第一次披露這宗交易 就是在澳洲的經濟評論部 財經評論部出現的 已經在大概一個月之前 這宗交易剛剛上個星期達成了 所以領展在香港的股市停了一段時間 然後宣布這宗交易 所以澳洲人都是很少評論這宗交易 直至到可能我好像是在香港的媒體看了之後 我才回到澳洲去找這個新聞 直到也找不到 香港人對於這宗交易 有些人在KVB留下不少美好印象 就有些擔心 Charlotte 你知不知道 這個絕對正常 尤其是當時是一個 其實這個我也覺得很有趣的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文化遺產 澳洲政府是會肯給外國的商業機構去購買的呢? 因為說到底 其實最近澳洲經常在說 Foreign Interference 難道這方面他們又不擔心嗎? 所以有擔心是絕對明白的 但是說到底我想到是一件事 錢 當然是錢 但是澳洲網民 澳洲網民就不太知道 因為其實這些管理或者一些業權的事情 領展只是買5.3億澳元 是買一半的業權 另外一半的業權 都仍然是在原本的賣家手上 香港人去看 雖然KVB很多人都留下很多腳毛 但是他們就不是擔心外國勢力入侵 入侵澳洲的房地產 他們反而擔心 KVB開一些領展 在香港商場會開的東西 比如大家樂 就是那個大家樂 不用探究我不是很介意的 為什麼? 因為你喜歡吃三小辣 我是十小辣 十小辣 十小辣蜜丸和凍領市 十小辣 你吃蜜丸畜生 對了 雖然你都說得很對 其實很多 我想在澳洲人的心目中都會覺得很矛盾 你會很想愛國 很想自己的資本可以去擁有一些文化遺產 去活化自己的東西 但是對於外來的資金 你又真的很難抗拒 但是戰狼外交方面 這幾年 這幾年經常打壓 澳洲廣播公司 很多節目都說 打壓澳洲的畜牧業 澳洲的礦產業 澳洲的海鮮業 甚至澳洲的農業都很受影響 令到澳洲戰狼外交 我想某一程度上當然是衰的 但是對於澳洲來說 澳洲的民眾又反而多了一個很愛護國家的心 上一來你去年有沒有吃龍蝦吃到痛風 我想說其實我現在都還在吃 因為真的很好吃 但是去年真的有一段時間 你20元買了龍蝦那一刻 人都瘋了 你怎麼可能不吃 但是在這段時間 沒有廢話 絕對是一個原因 令到這些現象出現 加上某國對我們這麼多的抵制 其實我發現對不少澳洲人 產生一個愛護自己國家的心 就令到一個 campaign 一個在澳洲已經推行了很久 但是不是很成功的 campaign 就是去鼓勵那些人 吃東西也好 用的產品也好 買的東西也好 都是買回本地製造 和本地的公司出的東西 這樣因為沒有肺的問題 還有當我們突然間多了這麼多 我們自己平時出產的東西 因為某國說自己不肯買 所以我發現身邊很多澳洲人都會 特地留意到這個去支持本地商業活動的 campaign 這樣很多人都真的 eat, live by, use local 這樣變成其實 某程度上我真的覺得澳洲是一個福地 我們很多東西都可以自給自足 海鮮一樣東西 我們有不少的農作物 我們自己有礦 這樣變成其實如果當澳洲人自己可以 擺回那些錢 擺回自己的錢 進去澳洲自己本地出產的東西 令到資金會留在自己國家裡面的話 其實對國家都很大的幫助 是啊 像去年這樣 去年你知道向來澳洲人很熱愛旅遊的 你一聖誕節不見了人坐遊輪 去美國滑雪 又或者去峇里島 或者去泰國找一些年紀比較小的人 這些是個人的取向 因為去年我們不可以出國 反而我前個星期也聽過 一個西太平洋銀行的一個首席經濟師 他有一個講話 他都講得挺有趣的 或者去年因為那些人出不了去 就有錢生恨 但是他又出不了國 那他做了些什麼呢 就變成了通貨膨脹 或者是shop local 譬如他們會做些什麼呢 他們會弄好後花園 他們會裝修一下家屋 他們會買一下家具 有買一些無謂的東西 買高級音響 甚至二手車你想買都買不到 是 你有沒有聽過買一年的 即已經開了一年的二手車 即是豐田的SUV 是可以貴過一輛新的 這件事真是很過分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你想想 某國的人全部都來不到澳洲買樓 但是澳洲的樓價不跌反升 是呀 因為那些澳洲人 有些在出國去打工 然後 那份工沒有了 那要回來 回來也要住的 又或者另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會升呢 就是因為疫情關係 澳洲的資訊科技 都可以 也都被人打開眼界 原來不是這麼貧乏的 都很發達的 就是很多在家工作 已經開始很成行發現 咦 為什麼我要住市中心這麼近的呢 又這麼貴 不如我去一些我想要住的地方 香膠一點 種一下菜 然後都是一樣可以上網去上班 所以就變成在去年和今年 房地產是極度上升的 就是那個價錢 而不是說那些各大的州的主要城市 而是一些鄉郊地方 就是可能譬如雪梨渣 渣60公里的中岸 就是雪梨北的中岸又很貴 就是如果你是南澳阿多萊德 那可能會去再上一些 Adelaide Hills 就是近酒莊那邊的那些又是很貴 那麥爾本就不再說了 那些人去智朗落腳的 都是時候聽聞 那就是布里斯本應該不用說了 就是散距他們都是很有限的 所以都很羨慕他們 就是大埔的工作都是很難在鄉郊地方的 都是沒有什麽辦法 但是就是很廣 就是廣域就很普遍性的 這個房地產的價格也是上升了很多 那最近澳洲光寶公司 四國方園都是去講這個問題 那是很多人是必勝出 買不到樓的 然後那個虎房又來了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就是戰狼搞到 戰狼搞到就沒有朋友 但是戰狼又有些 帶起了另一些問題 那不過不重要 就是戰狼這些東西 它都是拿自己的石頭去扔自己的腳 然後它有華人去扔自己的腳 我們不如說說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最近有一篇微博的 就是有人傳給我看微博的一篇 外交的主要成績 就是post了沒有多久就被人刪了 那它說了戰狼的成績 那譬如在今年年頭的時候 就因為戰狼外交 搞到中歐全面投資協議就被人取消了 然後美國的制裁名單由十幾間公司變成五十九間公司 五十幾間 然後中國的電訊公司從此在美國要退出市場 然後劉學生簽證就諸多難了 又或者原來英國終於停止了對中國金錢的援助 其實日本也有的 日本是最近五至六年之前才停止 然後被人爆出來的時候才說 原來我們被日本資助了這麼多年 被英國資助了這麼多年都沒有人知道 然後對澳洲最有關的就是和澳洲罵 你知道煤礦、葡萄酒、龍蝦 這個車是離子 結果現在天寒地寒就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怎麼辦 我們就吃龍蝦吃到痛風 不過最近又吃少了龍蝦 因為龍蝦為什麼都去了香港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然後剛剛上一個月 歐盟三十二國決定取消了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你看到官方公告都說十二一日已經取消了 原來全球有四十幾個國家 原本是和中國有最惠國待遇 剩下最後三個國家 其中一個是澳洲 我不知道哪個石頭是哪個腳 不過原來這篇文章最後調看了一句 你也覺得很有趣 是 我很喜歡這句 當然都有不少正面的成績 比如華為的孟女士回家 另外就是結交了兩位新朋友 其中一個是威風女 這個很惡的 你知道是誰嗎?大寶 都是那些會拿著一支槍到處走的那些 是嗎? 沒錯 會改裝車上面 裝置那些機槍的塔尼班山 哇 這個真是厲害 這個真是非常正面的成績 完全沒有得揮 不過這些就是得淡笑 我們現在在澳洲住 其實都會有些危險 就是當大家去越戰狼的時候 那些澳洲本土人對於中國人越來越反感 身處香港人真的要小心一些 不過都有一樣慶幸的就是 就是自19年來 其實都發現澳洲人好像不知不覺 開始分到中國大陸來的人和香港人的分別 所以這個都是值得因為的 再加上現在就是香港有救生艇 這樣完結之後 但是大陸那邊在 就是一出個政策的時候 就已經在WeChat那裡鬧翻的 就是指南針移民顧問聯署反對救生艇事件 這樣這個又是搞到行興奮奮的 噢 行啊 是啊 所以變成澳洲人懂得分 你說你是香港來和你在大陸來的分別 但是其實香港人在這邊都真的需要做一個好的榜樣 真的要在澳洲人面前 適合一些 就是好像英國港人一樣 你融入這邊的社會 但是同時也都在這邊的社會 作出適當的貢獻 這個很重要 這樣就是幫我們接下來的救生艇會 求到的一班香港人 鋪好這條路 導致澳洲人明白香港人到底是真的有多大的分別 是不是 大陸 就是香港人的Quality是怎麼樣呢? 大家有目共睹大 我們就不要打爛香港人在海外的招牌 就是不要學慈那個移民顧問 搞聯署和政府搞對抗 就是這些很容易招惹給人去政府的移民監管局投訴 好像聽說有人已經投訴了 看看事情是怎樣發展 好了 我們今個星期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可能會有另外一些很有趣的新聞 或者一些題目我們可以再討論 好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Sharrod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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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利安家斯 Maxim Wills 地产铁三角 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装饰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机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装保湿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xer Engie 正体保险 Technic Motor Auto 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加拿大新思科 加拿大西瓦省Elene Joan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为香港人尽做 与此同时 我们承诺 专心一意服务好本土的香港人社群 成为香港台家人 我们无畏无据 迈向2022未知的新挑战 香港人听香港台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人主场 香港台一家人 齐上齐落 在疫情期间 每一道都是菌 小心啊 好歹我女朋友都好聰明 买了份礼物给我啊 挺有趣的 又有个圈 又有个勾 开门又可以 入升机的时候 按键又可以 去到升机里面 再按键都可以 哇 那我的手 不就不会有菌咯 嗯 Very good Clean Key 已经上架了 来我们香港台网站选购啦 Truly有机万活市集 是一间生活百货实体店 我们位于万感市中心 我们代理的产品 都是对于用家 社会 大自然有益处的 这些都是我们经过自己 亲自试过才介绍给大家的 今期推介有 特製五年艾草苦茶油番茄 你还不快点上香港台选购 十尺的楼底 豪华的装修 加上每个女主人最爱的厨房 所有路头 焗爐 是Wolf的品牌 配上一个top of the line 的 sub-zero 厨房 Perfect 高楼底的地庫 大厅厨房 可以直接与后院接连 惊喜还未完 试幻想一下 同住一班老友 同一理念 足失谈心 喜欢哪一支 就选哪一支 这一间 Johnson已经成功卖出 还是同区历史最高价成交 下一间 轮到你 买楼 公龙心 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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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兴趣看楼 或者找屋的朋友 还不快点打电话给Johnson 电话是647-629-8281 K这下午 好 又到星期六 早上 我们收集很多时间 因为天气超êt ards 尤其是假 cost 我们做时候 时间变坏了 为什么 它们很麻烦 絕對還要做什麼鬼 這個比移民政策更麻煩 為什麼呢? 那個時間性每年第一天肯有人亂的 肯有人遲到 是不是好像東岸來講 最重要的夥伴是紐約 因為有些東岸時間他們又不肯改 如果大家統一就容易很多了 是啊 其實do nothing 不趕就換了 其實是 最初為什麼會有這一宗 其實這個是很舊的構思 Safe Energy 那叫做Date Time Saving 換句話說你早點起床不是問題的 但你放工的時候 反正你起床的時候也是早上做的 你放工的時候比較快 不需要黑衣紋的 就是它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講法已經out了 我也覺得是了 因為現在世界時間呢 簡單說我們的網友在看的時候 有香港、澳洲、澳洲 有本地起床的 其實如果是這個好像香港台平台的一些媒體 其實真的有這些時間性呢 其實真的有點煩 我覺得 是啊 是的 其實舉個例子 比如說中共國這樣 哇 這麼大的福音 一個time zone 他們不會跟你改 加拿大也是很大的 一個半小時 一個小時 加拿大才煩 是啊 有些地方是兩個 是啊 三個小時 兩個 是的 兩個半 一樣 告訴你 東面 西面一樣 不要緊 都是這樣 好了 星期一次 首先和澳洲的朋友 再次多謝Jane團隊 他們每周 和幾個主持人 Jordan 恐龍仔 Charlotte 這些 許智峰 我們和許智峰打招呼 是啊 我知道每個星期六 他們都很努力在澳洲那邊發聲 加油 那我們就接力了 喂 說到澳洲 現在就不行了 好啊 我又不想說到 人家又推出了 我們推出了Stream 8th Day 他們上個星期 我看到他們的節目上個星期 是Breaking News 真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總是會有好過沒有 但是會不會有一點點 我不想這樣說 我可以說 你們不問顧問 就懶得這麼說 我覺得有一點點 和香港 現在就是世界之道搶客 其實是搶著香港人 那澳洲呢 他們上個星期很興奮 你覺得怎麼看澳洲這次改例 有這個安寬移民 你怎麼看 我在他的角度就是這樣的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說香港人 有多一個地方可以收入 那這個是好事 就是最主要他就可以離開了 那他多一個選擇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好事的 那就等於說 加拿大人 就是英國是爭的 我不是這樣看 就是大家 兄弟各爬山各自努力 都是那樣的 那結果來說呢 就是那個選擇 其實始終都是 你認為誰去多少不多少 就是英國 加拿大人 澳洲不會 好像要開個戰艦會 就搶客 那不如我們講講 我也是這樣去看看這個 這個法論的條件 其實有什麼不同的 我們不要說那些什麼條件 那些 巴門老虎 我不說這件事 沒關係 這個呢 和加拿大那個 Hong Kong Party最主要的分別 我們看到的 這個是正式立法的 正式立法 那就寫了一個法律 那當然呢 移民那個部分 明顯是有開始的 現在就是 供錢的部分 寫得很清楚 大家留意一下 因為它寫了一個法律 所以它沒有一個終結點 沒有一個終結點 應該是沒有的 那當然 那麼正 如果那個法律寫了下去 它沒有說 那個法律永遠在 除非它要再次在國會 是的 repeal這個法律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不過有法律 就是代表是沒有一個 復習的 複雜一點 複雜一點 都做到的 我們的鏡頭 就計劃了過來加拿大這邊 我們那個HKPF 那個法律背景 不是這麼用的 只不過呢 移民法律 移民條例 我們呢 就有一個條款 就容許 就放權給 延長 如果有一個特別的情況之下 出於公眾利益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立刻一個特別的措施 我們叫做Pilot Project 或者Pilot Project 是特別的 是不是 就是因為有特別性 所以呢 這件事件 如果那個特別性沒有了之後呢 就沒有了 特事不關 是的 非常好 那變了來說 所以這樣的時候呢 它的法律依歸呢 就是說 移民部長覺得有需要 就說做了 好 那個Check and Balance就是說 2026年8月31日 如果還不申請就沒有了 沒錯 就不需要說什麼 寫條法律 就是repeal 也不用repeal 加拿大靈活性很高的 Stream A、Stream B這個Pathway 就是這麼說 是的 而澳洲那邊呢 就立法 那我就這樣兩樣比較 首先我們開心的地方就是 加拿大和澳洲都有一個 終於有一個澳洲 沒錯 就是可以給香港人終於有一個 再寬鬆一些的 就是收容的 沒錯 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加拿大那種靈活性 其實Stream A、Stream B 一早推出了快很多 是的 這個是很客觀的 這個是很客觀的 你甚至乎BNO5加1 現在這個澳洲那個initiative 再加上加拿大的tremation 這些都拍了 很客觀的看到 加拿大那個是很清晰的 還有它是很刻意將那個要求 我們叫五男 就是調整向下 調整到一個合理的水平 來加拿大做事 就是讀書 適應了一年輕鬆一些 一年至兩年的生意 那他們的生意 那他們的生意 很合理 對不對 就很肯定 我覺得Stream A、Stream B 有優勢的 最主要就是大家 把握機會 把握機會 有未來五年 二年二六年 澳洲的優勢 我知道是什麼 澳洲就近香港 簡單的說 時間長一點 是不是 它飛得來 還有澳洲暖一點 或者覺得 但是其實澳洲 澳洲不下雪的 其實它跟我們調轉了 有價格有價格 有價格有價格 要下雪的嘛 是呀 我們這樣看 就是很Welcome的世界各地 如果能夠一個 就是對香港人的一個特別政策 我們很Welcome 那加拿大這個 我們就沒得 就是沒得complaint的了 這個真的 沒錯 Stream A、Stream B 身邊真的越來越多 雖然上星期那一集 我們講的那些數字 就截到四月而已 那我很期待下一個quarter 出報 就是五月 我想都應該是一個 到時是的 到時一有新料 又跟大家分享 那變成了 如果你說你要怎麼展望 展望我們的Hong Kong Park Tream A、Train B 當然最主要就是 香港的政局怎麼會好 但是我覺得呢 我們作為一個政策的制定者 真的很合理地去看看形勢 看看形勢 加拿大給了這個 之後的反應權利 VS相對澳洲的反應是怎樣 就是它會考慮完一籃子 這樣考慮才知道 有沒有需要 就是那個 不會取消的 是加拿大不要出辦公室的 早過2022至8月底 不會的 就是會不會再印 再印 對的 對的 看很多情況 所以如果大家 現在香港的朋友來說 比如說中大 現在畢業的巴掌 可以快點來 好啦 你說一下中大 那不如又說一說 好啊 因為我其實 看見中大這一宗 剛剛發生的 是畢業禮而已 沒多久 兩天前 三天前 那就是中大那群學生 他們不滿 就是畢業禮那一天 其實都別人選了一天 是挺開心的一天 但是呢 我發覺香港的學生 很厲害 就是香港的大學生 就是在以往這幾年 demonstrate 是他們對於一個社會的責任 或者社會的聲音 沒錯 他們很願意發聲 就算一個這麼起庆的日子 通常在外國 你看到拍戲 當然只是扔帽 嗚 沒錯 但是它藉著這個機會 就一群學生 就在學校表示 就是當學生會要解散的時候 他們表示不滿 當然發生了很多不愉快 你看到那些保安簡直 很不合理 簡直放鬆 簡直是真的 這些不知道是因為 做這些關係 是社會動用的 是 沒有了 鄧又搬走它 大家都知道 沒錯 你看到那些保安 現在不知道為什麼變成 我差點以為它是警察 沒錯 我差點以為是警察 或者是黑社會 是 那怎麼辦呢 如果這些大學生發生這些事 那你 我看到你的page 說真的 就有一個解答這件事 應計大學中大畢業生 加拿大歡迎你 我就建議大家 在Alfred的網頁裡面 link1.ca就會有的 那也會 我放在香港台那裡 做完這個節目 因為裡面 就的確確有不同的scenario 就是 一向他們有個Q&A的部分 自從在這一年裡面 我看到他們不斷更新 因為現在接觸的個案 越來越多了 沒錯 是不是香港太多人了 其實大家一起學的 經過接觸他們的個案 其實我也在學習 就是怎麼可以將來做得更加好 更加inclusive的事情 譬如你說 那篇文章 我昨天看完Facebook之後 真的 中大那裡 有點感慨 有一點點 唉 要喝一口水 才可以回復心情 所以不行 我希望我可以 這班學生 他們過去那段時間 是受了一些委屈的 那我盡少少年齡 如果他們是有興趣來加拿大的話 快些申請三年公簽 我和你做我和你做我和你做我 我義務和你做 嗯 那大家看到 裡面 還有我覺得Alfred 也都在上個星期 我們不是提出了 很多時候有些人 就算是有些手足 真的被坐牢了 坐完出來 在監獄裡面 你都很有挑戰性 在法例裡面 怎麼可以申請到呢 在Q&A那裡都有 是的 令我擔心的一件事 其實香港剛剛中審法院 他就宣布了 說共同犯罪的那種原則 就是原本沒有變的 不過他加多了幾件事 如果你有份推動的東西 正正就是這樣 在昨天就出了一宗新聞 就說原來在同區裡面 他就叫做暴動同區 嘩 珠蓮 珠蓮 就是說那些人 原本可能是 就是阻差辦公而已 或者是非法集結而已 沒錯 但是剛好那裡 是發生著一兩個暴動 沒錯 但是你在那裡被人截查了 是的 如果你不是穿著黑色衣服啊 人家怎麼會暴動啊 你不是舉口號啊 你怎麼會暴動啊 那原來把這個罪推到去 就是一個暴動罪的時候 就是一坐 就在說以十年計 所以如果我們剛才說 這些國家包括澳洲 加拿大、英國、美國這樣 第一最安慰的地方就是 五眼聯盟 終於其實他們都兌現他們的實 就是港國的回應 沒錯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真的要快了 就是如果你申請的時候 因為如果隨時一維持你 我覺得一定的回應就是 抽起你的護照先 是啊 是啊 其實有大家知道 應該是有一個萬人 被人抄了牌 抄了牌 是啊 還等不了 還等不了 就是他們現在這麼強調之下 就變了就沒有東西做 如果他們還要OT 就要找歧視做 我很好奇 就是你不用review那個case 那些迂迴的東西 你接過的case當中 你是不是剛才說 就是一路見到不同的case 一路是學習 那你都鑽研那個移民法例 那看一下怎麼有個way 你接過最迂迴 或者令到你最inspiring的一個個案 是有些什麼的你學了的 那我現在那個個案就在閉嘴 就是我有信心 那不開名 當然 職業就是大學港師 不說大學 為什麼大學 大學港師 那樣呢 他當然是職業的 職業的 發表了很多年後 那他也有參與街頭的AQ 《非法集結》 你怎麼說 那他當然是職業的 那他就中骨的妥協 就是承認了非法集結 就是妥協 這個是藝術 他叫你一個個案 你選一個個案 給他妥協 就判了 判了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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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當然不需要坐 那他就很辛苦 就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那我現在呢 就是跟他在做 那個三年左右的一個月 PhD的一個月 那就加上那個叫做TRP 我覺得那個是會贏的 那個是會贏的 因為我是看通了那些程序 其實加拿大很公平 那些程序呢 死了出來很透明 Officer的assessment 他用什麼標準去 去平衡某一類案子 有了指引 那大家都是看著那個指引 只不過是我做他批的意思 那他憑什麼不看過我 就是例如這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變成是 你做得多研究的時候 你就以指之馬攻之之盾 那種意思 就是不是說 很多時候YouTube那些 經常看香港那些 那些那些小子小子衝出來說 有錄片 教人家做什麼做什麼 我說Oh my God 不要放眼神 是 因為你真的要 就是在講一個正式的申請 交到一個 就是他們的一些移民工那裡 他們真的跟 they by the book 就是如果你不熟那些東西 沒有得不批 是啊 沒有得不批 這個跟我們更新吧 是的 你見到下面不是在走馬的 就是那個網頁 那裡其實有不斷update 一些已經approved的個案裡的細節 大家可以上去看 用BuyShip速遞回香港 自取每磅3元 派送上門手磅8元 逐磅4元 除香港以外 還可以速遞去中國 東南亞 澳洲 英國等地 有東西要記 就來感受中華 找BuyShip 進步了 Alan Jones手造Cookie 有移民Halifax的香港人主理 良心製作 用料講究 香港人吃Cookie 當然是吃金黃香菜的Alan Jones 現在香港台有得賣 快點上HongKongerStation.com選購啦 透氣 舒適 立體 Level 3 FFPE 和KF94認證 最重要是 Made in Hong Kong 夠細口罩 專注為香港人做最好的口罩 你買了沒? 為於Fond Muse的黃金雞蛋仔 Golden Bubbles 多謝所有來過捧場的同路人支持 去開Wonderland 或者Fond Muse 逛街街的你 記得過來吃下我們 創新口味的雞蛋仔 那當然 還要打卡留念啦 可以我又講一下跳出去啦 現在最近阿富汗的個案都是一個很難民的東西啦 那其實講一講一個 就是最近我見到那些叫做尋找政治庇護啦 你叫Refugees 這個Refugees Program 又是準備2021年的11月1號 就是開始了啦 這個是民意調查 OK 那個背景呢 那個背景呢 就是說Overland 是不是 那就說了 會收4萬 or more 其實將會不止4萬 大家千萬不要混合了最近 一機一機車來的那些 那些是Evacuation 那些不是那4萬的 那些是那幫人Evacuate他們 因為他們是支援加拿大 當加拿大當時是那些 是啊 翻譯啊 什麼什麼都好 所以就是緊急的 那這個 那很多阿富汗人呢 去了第二 過了第二國家 這樣的難民 那他們就肯定就是 將會符合那個聯合國難民公約組織 那些公約難民公約 他們肯定符合得到 當他符合了公約難民之後呢 那呢 加拿大政府呢 就以政府就可以sponsor 他們過來 那時間很久 那全部都是致遠的 那in addition 政府的effort 那些公約呢 也都可以有一個民間 叫做五對一計劃 Fight and Run 什麼意思呢 當那個人呢 是在confirm了 這個conventional review之後呢 你們就可以五個加拿大的團 比如說 周阿里 Fiona 加上幾個 我們可以sponsor 哦 明白了 是啊 還可以選 還可以選 哦 就是它是一個Pool的 它是一個Pool 那這班人就已經confirm了 convention refugees 是不是 那一見到這件事 沒錯 這件事是awful的 你知道我知道 是不是 好了 但是文文部長上任 沒多久呢 他講了human right defender 非常有趣 這個human right defender 這個條件呢 一樣要成為公約難民 confirm了公約難民在先 但是文文部 就recognize了幾個NGO的機構 一個就是愛爾蘭做基地的 一個就是在EU的 那麼呢 打個比喻 有些手足在英國 在英國 申請中assign 我聽說 那個手足是很繁複的 很麻煩的 但是他已經去了 是不是 咦 那如果 他們confirm了 他eventually 都是要confirm 做convention refugees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可以選它 就是說 多條路 突然間多條路 怎麼才能夠 你所講的那個叫做公約呢 阿富汗 我們很明顯看到他 真的有個戰火 就是有個戰爭 沒錯 沒錯 香港這件事呢 對於他們來說 只不過是一件 就是stream A stream B 救生艇的一個 situation 還是對於 不是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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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些政治打壓 受迫害 就是因為它associated 一個團體 就是周幸彤 For example 學民施政裏面的小朋友 科學生艇 是的 是的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的 多個選擇 當然了 如果他的手足在香港 現在在香港 最簡單就是直接來 stream B 直接來 就不是去那裏 是不是 如果帶你去英國的話 你申請阿西蘭的時候 你的手足在哪裡被人收 哪裡被人收 變成了 他在那裏 多個渠道 他也可以approach 那些 當然了 背景是有被打壓 approach 那些 加拿大移民島的英國 Dexy有幾個NCO 他就會用他們的經驗程序 如果你說是的話 如果你說是的話 他跟著他就分辨 我相信你是conventional medical register 還有我去過那些網站 那些認可了那些NCO的網站 如果他是接受受理的時候 甚至乎提供他的生活需要 簡單自貼 就是不會被你餓死的 就是有些津貼那種 那標題就是說 如果真的去到那個步驟 conventional medical register 是個名單 我們看到有人 喂 找四個老友記 五個加起來 帶他過來 我看到有一些 其實也是的 我第一次聽到這件事 就是教會裏面 當時阿富汗難民的家庭 也都有這樣的case 沒錯 但是現在新年多一個 沒錯 就是有些人很有愛心 不同的族裔 是啊 沒有所謂的 沒錯 有些人就做這些 但是現在對於香港人的一種的 就是聲援 或者叫支援 就多了條路了 在你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自己是爭取 因為任何東西都是爭取爭回來的 不是坐在那裡 天天下 是 是 是 結果就是 我想最主要就是 希望做人家爭取 希望做人家一定要爭取 但是中共的角度就是 對於加拿大人家 那個留學生的來源國 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他永遠都是這樣 這個可以理解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一集就說了 大陸申請 哇 拋離香港 二十倍三十倍 人多嘛 還有很多官二代 是的 這個國際留學展 每年都有的 都是大陸的一輩子 那就是循環展 上海 北京 廣州 當然我也去過 這樣就是全世界的國家 澳門參加 那加拿大 就一直都 就由加拿大 北京 領事館拜頭 就是拜頭 那呢 就剛剛完了那個 有四十幾個單位參加 那包括 Oh my God 正加拿大政府官方 包括了所有的省的項目 那些PNP的項目 包括了很多很出名的 多大都會去的 那些大學 什麼大都會去的 是啊 什麼大都會去的 那就再包括那些 譬如說斯納的高中 名校 斯納名校 甚至乎 竟然加些scoot board 都去買 是啊 這個說真的 就去拿關係 這些 沒有計 沒有計 就是以往就這樣說 我覺得呢 就是學生本身去學術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政治 但是你看到呢 這次現在這個情況呢 你看到呢 就是世界的地方 就多了其他人 就在吸引香港人 但是它有很厲害的 加拿大 你看到美國 不斷的人去申請Visa 那時候就被人turn down 你記住了嗎 你記住了嗎 是的 保委 是吧 有風險 是吧 是啊 是啊 這個是很hot的這個 topic 其實都 有跡可塵的 就是說呢 很怕 不要說怕 很小心那些科技 被人偷 是啊 所以呢 就是說尤其是 其實已經表明了 有八家與解放軍隊有關聯的大學 科技大學的學生 不用指望來的了 去美國 不用指望 那就是糟糕了 你明白嗎 是的 糟糕之處是 突然間有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考核 還是一種計劃 喂 你就大開中門 不斷吸進 是啊 喂 就是 它一方面 不過這麼說 在自由黨的底下 其實永遠呢 除了 在一個某程度上 在那些 就是峰會的時候呢 它是要表態 卻是有一點點強硬之外呢 其餘呢 都是 喂 不要落後啊 爭取這個商機啊 重啟經濟啊 這個是學業呢 雖然大家是學業而已 不過是一個很大的生意 沒錯 但是 其實 好起碼的解釋 應該有的 我覺得 好起碼的解釋 即是換句話說 那個 study permit applicant的背景 其實可以做多一點點調查 我覺得是可以的 這件事情 我有這麼看 有兩個二方 對 但是那個二方是什麼 第一 我們都說了 檢查他們的背景的 應該是移民部 但是他們純粹教育部 他就當政府做事啦 其實他們沒有責任要檢查的 就是你總之 有錢 合乎這件事情 他就不應該 除非學校 有一個部門 這麼正氣到呢 麻煩我審查一下你 有沒有在維吾爾 你的家長有沒有威逼別的人 這樣就難了 其實我覺得是 其實我覺得是 首先當然 那個源頭 首先當然是 加拿大政策先 就難以問到 是不是 你在把關裡面 一定是很把關的 現在這些AI很厲害 就是情報的搜集 怎樣去cross referencing 怎樣去profiling 太厲害了 所以有很多事 10年前做不到的事 今天做到猶豫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最新消息 就是借這個話題講出來 是的 移民部現在開始 將移民部和CSIS 國家安全部 RCNP 他們關於那個 那個審查的背景 APRICAN PRO 好TR的背景 亂了網 亂了網 這個目的呢 它就是一個 這個是好的 第一步 這個是好的 第一步 因為有一個red flag先 是的 就是它對各自有些什麼資料的話 就供應了 這個是第一步 那有人知道哪些人是high risk high risk就是不要給它 反正你這麼多人 一定有人申請失敗的 那high risk就是麻煩給它 相對是沒有那麼high risk 那些差一點點的 給它過來 就是起碼可以這樣做 是的 是的 那去到大學那方面的話 你有些敏感的項目 對不對 那你自己大學有應該有政策 哪些人比較敏感 就是哪些人要high security 其實要小心一點 那你自己要配合 我覺得是兩個責任 是兩個責任 不過就是當那個school board都去了 你看到school board裡面的成員 那當然是去到一些中國的這些exhibition的時候 那當然是有些學校再加上他們當地的人 那當然會互相交流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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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當其餘的人呢 都是沒有什麼high risk的 那就收吧 對不對 其實high risk 難道我真的寫了一個額頭 我是high risk 我不會做間諜行為 不會的 然後我說很容易 為什麼那些人去那裡呢 其中一個目的都是acquainted 那acquainted之後 喂 有人在裡面好辦事了 那大家直接去聯絡 我們這個這樣你都會覺得麻煩 都是接近 你想想在過往裡面 我們從加拿大成為越來越多 就是那個學生最多就是強國那邊過來的時候 好程度上就是說這邊呢 是對於他們來說很friendly 門檻很低 以前美國很寬鬆 或者比較沒有那麼警覺的時候 你想想那些人當然是選了哈佛 史丹佛 M.I.E. 是 現在人家在那裡切 那哪裡千度會 澳洲又強硬了 是的 英國又跟你 澳洲又有點不妥 那到最後講英文的country 在學校裡面大開中門的 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小島叫做紐西蘭 哈哈 你想到多少 是不是 很多都在那裡沉 哈哈 是啊 你真的說得對 整個省過去都 那加拿大裡面 之前已經有多少他們的uncle uncle uncle 鋪排在這裡 他們的network 即是說這邊擺來 買物業 那些錢 不用了 買酒莊 買酒店 是的 其實是的 當然最近這幾年就是錢出來的欄 是的 當然 所以就要珍惜這個機會 大家都知道在corner著 那哪裡是最容易走出去 而很legitimize 學生 成為香港台家人 支持香港台180 Moving forward 只需要一日五毫子 一個月十五元 一年十二個月 就可以支持我們每日持續 在多倫多以海外媒體的模式 為香港人進造 與此同時 我們承諾 專心一意服務好本土的香港人社群 成為香港台家人 我們無畏無懼 邁向2022未知的新挑戰 香港人聽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香港台一家人 齊上齊落 如果你睡醒起來覺得腰痠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那你就要考慮一下 換一張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 和睡眠習慣的床褥 如果床褥太軟 你睡覺的時候 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令腰痠背痛 如果床褥太硬 床褥和你的腰背之間出現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這身體的肢爭點如 頭、肩膀、臀部、張誠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將床褥要慢慢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電話 打416321882 找尼安家師聊聊 床 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由獅子山下到公民廣場 香港之路從未平淡 眾言前路茫茫 香港人仍然昂首闊步 從來不甘安置到盲點 決定上路再實踐 要是暗淡篩情 有日方請請你堅持良心界線 別棄手繼續相信你拿大宇宙 逢星期一至五 香港台有我Peter 和我Rita 一起開咪 將香港人精神遍地開花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自學教室的Ted 擁有超過13年的簽證審批經驗 如果你對移民加拿大的資訊 或者政策有任何移民的話 都歡迎來到我們的網站 或者直接電郵給我們 打壓時機 下個成功移民的可能就是你 不如我們說回一些 這件事純粹是推測 我們都是反中亂說的 但是這件事純粹是關於我們安省 安省其實是好事來的 這個就是安省叫移民廳 他就是向新的議員寶長 大家聽過省提名不省提名 簡單一點 很簡單的解釋 聯邦政府就處理 一向都是公民 那省份的參與 原則上都是支持的 但是呢 就是大約現在說起碼都十幾二十年前 聯邦政府就很聰明 就想到一個構思 就和所有省份簽一個合約 這個合約就是contract的認識 就下放權力 就等省政府 根據他自己的需要 經濟發展 人力要求 你自己的需要 你自己的要求 你自己去promote 你自己去篩選 在最後你篩選到那個 你就給他一個提名 就是nomination訊 那些人就拿著這個nomination訊息 聯邦政府申請延晚 聯邦政府理論上就是做體檢 安全檢查 就是這樣很簡單 那安省來講 其實他最遲一個省份參與 就是當初牙策 當然他不管什麼 多人說 你不理 但是不是 安省也很傳 其實我覺得兩個省最傳 一個就是講法文那裡 是的 一個就是安省的了 後來不對勁 嘩 取完省份 取完省份不斷吸了人才 不行 這樣就平一追上來 那他譬如說今年 大約八千多九千個位 就是聯邦政府下方權力的錢 也都做個餅 是這樣的 不是的 那他做了個餅就是安省 八千多九千個 二二五一 那現在呢 我們省聽長呢 就跟新移民武長 喂不夠啊 我們要雙倍 哈哈哈哈 好厲害 好厲害 那又可以加入聯邦 因為他們又要選 是啊 是啊 其實這個省提名呢 我覺得就真的很聰明 是啊 第一就是說 其實你的省有什麼需要的話 他們會知道的 是不是呢 那給他機會去吸引 各方面的財務資金 第一 還有理論上 就是因為譬如是 他經過哪個省 理論上他留在那個省 繼續發生的機會更大 當然沒有包 一個沒有 一個遷徊自由就可以走來走去 理論上就可以分散了 不是嚇人了 多倫多 不過負中也是的了 都沒有辦法的 遷徊自由 還有工作機會 就是上游的機會 我想說 是啊是啊 很多人加起來 那變成了來說 就是 今年疫情 聯邦政府 不斷快馬加鞭 去省足401K 可以的 可以捐觸到的 看到一些統計數字 都可以去省足 明年411 多一點 41萬1 這個新的移民部長 他很快會宣佈 每年都要宣佈一次 三年 二、二、三、二、四 一定會宣佈的 一般來說 第一年就不會搞不好 就是燒虧而躁蠢 就是先做 要玩東西就是下一期才玩 那明年都是看著 411K 41萬1 那 哇 要怎樣去吸這麼多的話 省提名一個是很好的內容 不過明年省 安省呢 就有省選 所以這件事情 他們會拿出來說 就是說得來 有些人就覺得是銷售點 那如果反過來 如果你是銷售得到這條路的話 反過來 opposition party 又會用來攻擊你 就是明年是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密切留意 趁著還有些時間 我們做過一個特輯 就是一個關於CBC的Five Estate 那個就密切法 沒錯 國會嘛 是啦 很多女的cabinet的minister 就進來了 但是呢 我看到有些東西咬著不放 你懂不懂得剛剛來到 又或者打算移居加拿大的人呢 Simply Financial有超好優惠 可以幫到他們 同時你也有好處 來到加拿大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開一個銀行戶口 Simply Financial提供 免日常服務費的數碼銀行服務 還有多種方式 可以賺取現金回贈 新移民離開新賬戶 即可獲贈兩百元 而且不用加拿大信貸紀錄 就可以拿信用卡 食野簽卡 還有10%現金回贈 有條件限制 而最好的是 即使你不是Simply的客戶 每介紹一個人 你和他都可以獲得五十元 有條件限制 想了解更多詳情 請瀏覽 www.simply.com slash newtocanada 是simplii.com slash newtocanada 無需月費 還有利率優惠 就是這麼簡單 十尺的樓底 豪華的裝修 加上每個女主人最愛的廚房 所有爐頭 焗爐 是Wolf的品牌 配上一個top of the line 的 sub-zero廚房 Perfect 高樓底的地庫 大廳廚房 可以直接和後院接連 驚喜還未完 試幻想一下 同住一班老友 同一理念 觸失談心 喜歡哪一支 就選哪一支 這一間 Johnson已經成功賣出 還是同區歷史最高價成交 下一間 輪到你 賣樓 共龍心 賣樓 王Johnson 有興趣看樓 或者找屋的朋友 還不快點打電話給Johnson 電話是647-629-8281 成為香港台家人 支持香港台180 Moving Forward 只需要一日五毫子 一個月十五元 一年十二個月 就可以支持我們每日持續 在多倫多以海外媒體的模式 為香港人進造 與此同時 我們承諾 專心一意服務好本土的香港人社份 成為香港台家人 我們無畏無懼 邁向2022未知的新挑戰 香港人聽香港台 Hong Kong Air Station 香港人主場 香港台一家人 齊上齊落 多虛其6師 當然 怎麼可以不放 今年夏天明明知大雪 很爽 你反對黨說什麼 後面比較, Unbelievable 就是我們Vinateur有一位很厲害 的 Joe Tristan 是最大的 就是揭發了兩個 在與解放軍有聯繫的中國人官的訪問 太多解放軍有了關的人 寫明的 有關聯的 還有 featured有關的 蝕出市場之前 通知了 RCMP通知了 通知了 CSIS那個國家情報機構通知了 但是真正正在PFJC 就是那個機構 衛生機的機構 每次不採取行動 中規 中規 中規都會 都是炒了 炒了他魷魚 當中的理由就是 全面問他 為什麼呢? 一個是 或者是一個potential的 保安程序 或者內部行政的問題 輕輕來過 輕輕來過 那就炒了 炒了就炒了 他炒了之後 他沒有那份工 他仍然是加拿大 他逗留了幾個月才大搖大擺地走 哎 真是 這個真是 這樣都可以的 是啊 猛啊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那當然啦 自由黨就 我們保守黨 米高倉被人制裁了 各位呢 是不是? 整組人都是監察中國 中加關係的 是啊 保守黨可以成功拿到新民主黨 和聯手 舊票了 就成立了一個committee 就是study Canada-China relationship 是不是? 那 出了一個報告 那個報告呢 就是交給國會的 就是那個committee呢 就是說呢 是確認了那個人權 新疆 韋怡 香港 確認了 給了recommendation給政府 給了 當然啦 那接著國會解散了 就輸了 哈哈哈哈 就輸了 對了 啦 現在你現在看到這份東西是好東西啦 就是新鮮滾熱啦 就是說呢 現在呢 就是說呢 拿出來 我們的莊文豪啊 拿出來 這樣呢 他就很有信心 就是說呢 另外的小數黨要援手 的票數多過此人 那 他就要 這樣就要正視這個問題了 再次要重複在國會上提出這件事啦 是啊 就是說呢 是啊 換句話說他要正視啦 因為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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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四年玩啊 憤你四年啦 你又提早大選啦 又玩多次啦 哈哈哈哈 我不擔心 他都不知道多開心 那次說 如果那些記者問他 你會不會第五次帶著自由黨 我很樂意YES 一個字就是YES 是啊 沒問題沒問題 但我看到那個漏洞就是 當就算國家這麼高的國安部 就是加拿大CSIS 加上RCNP 給自由黨 而自由黨知道了 而 ignore這件事呢 其實這件事是很大件事的 對於一個國家層面 沒理由的 其實你知道的 我覺得古論美語都跟得很盡 跟得很貼的 嗯 那我們就說了 就是 說了什麼呢 哦 是呢 那個標題呢 就是追他 交代文件出來 嗯 交代文件出來 當初 你知道啦 國會議員在國會面 他們是代表我們 他們是代表我們 選民 為我們 其實是跟我們做的 他們應該問的 那當時呢 就 自由黨就說 不准 不准 就是他只可以分享 那個消息的部分 就 就 有很多就是 畫花了 黑了 你看不到內容的 還有有些呢 一二三就跳了去 二百五十 就是中間就是 混合起來 嗯 那他能夠收到 他只可以這麼多東西 那麥克爾莊當然是不容易啦 當然要他拿啦 啊 誰知道 自由黨去聯邦法院 Federal Code of Canada 伸出了這麼厲害 不禁止 一些parlament 社會 這些 這樣的資料 那個原因 就是說 第一 就是說有些 國家機密很敏感 國家機密 國家機密 還有呢 有第二個理由 真的一巴掌過去 影響國際關係 哇 這樣就好 哇 你用不需要表態 表到這樣啊 就是表中啊 不是這樣了 你起碼都被人查啦 你不要 你不要阻人 block人 拿一個 clarity 才行 是啊 其實這件事 廢話廢得很重要 嗯 就算你的文件 你分別 NP看也好 有些情況之下 可以保密 保密 嗯 但不可以不知情權 其實 是啊 即是你那些局員 你怎麼可以不給 你不可以不給NP看 嗯 你可以叫他 那些情況之下 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不 你決定了 太複雜了 你都不會看了 被他看了 影響 你英國人出去 又開記招 為什麼這樣做事呢 我就在想 現在剛剛上任 又第三次 杜魯多 其實經歷了這麼多 如果不是疫情 疫苗 可以它好像統一了一件事 那樣呢 嗯 挺傷的 就是他都挺傷的 說真的 其實很正常 其實很簡單 你都輸了 是啊 就是變了 你就算有個這樣的委員會 咬著他不放 除非國際局勢裡面 有一些更多證據而已 否則呢 就是每一次 你見到自由黨 就算出了這些招數 說不給你看這些文件 到最後 他再選大選的時候 沒有人再理任何這些 是 沒錯 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這樣 就是說 其實這個大選呢 其實浪費了加拿大 那次沒有時間 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 嗯 那就是 自由黨贏了嗎 他沒有贏了 他贏了今天終於變成 那我們當時的選戰風雲都說 我們知道他會再眨著頭 浪費了很多時間 嗯 好了 我們期望呢 反對黨咬著他 美律師來咬著他 不停咬著他 那現在不是發生著了 好事來的 好事來的 每個MP都可以一樣 Exactly 對 就好像那時候新疆的事件 Exactly 所以再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對於一些移民的條例 或者現在的情況 個別有些很獨特的 加上香港的情況 急劇轉變 歡迎大家去到linkmwong.j 那裏 看一下那些Q&A 我們都會把連結發了 尤其是這些 關於中學 中大畢業生的這些特別的個案 我會發上去香港台的網站 希望大家都在這個電視鏈裏面 可以有一個多點的頭緒 就是多點的頭緒 下個星期裏面大家自己調教時間 就是說你現在看的 就是我們平時現在就晚上9點做的 那就是9點的時候就9點了 但是東令時間呢 就是說你們的10點晚上 我覺得可能會多人一點 因為回家吃飯嘛 Anyway 好了很開心和Alfred談了 大家記得是我們資深移民顧問王國慧 每一個星期一次 和我們一起在這裡探討一下 不同地方的移民條例 最開心見到澳洲 加拿大 仍然是很開放給加拿大 香港的朋友 好的 那我們下次再見 好的 拜拜 拜拜 感謝一直相信同樂廣告 去支持香港台的新舊同路客戶 因為你 我們會揭盡所能 商戶包括 香港商戶 Chicky Duck 兒婆瑪麗馬來西亞餐廳 北角青藏牛肉麵 位於香港鴨利州的家祖辦館 有成恩務 加拿大溫哥華 Charisma Social Clubhouse Fame Insurance Financial Services Inc. 加拿大卡加里 HK Mall 加拿大多倫多 Scrumptious Restaurant 大家好 Papawak 利安加斯 Maxim Wills 地產鐵三角 Johnson Rasko Mortgage Investment Corp iPro Driving School 港城裝飾工程 BuyShip Express Canada Truly 有機慢活市集 WOOP 益菌定裝保濕噴霧 加拿大移民教室Tetser Engie 正體保險 technic motor autobody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加拿大紳斯科西瓦省 Elene June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感激你同路 Speed up Hong Kong Hong Kong 一到冬天 就會想到溫暖的家 一家人齊齊整整 你說是不是多好呢 初黎報道 人生路不熟 未有加拿大工作經驗 有時還言語不通 要做到銀行按揭 真是有點難度 一家人開開心心 就當然是先要找到一個 對自己的地方 不過要找到一個對的地方 就先要afford到 有些銀行幫不到手之餘 還浪費了時間 搞到一吐氣 不過放心 我有的是時間 坐下慢慢談 銀行不do we do 太容易 買得起找我們 資深同路 關心你的案件專家 電話查詢 647-239-0682 電郵 rex at redo.mortgage 記住 不是.com 是.mortgage 成為香港台家人 支持香港台180 moving forward 只需要一日五毫子 一個月十五元 一年十二個月 就可以支持我們每日持續 在多倫多以海外媒體的模式 為香港人進造 與此同時 我們承諾 專心一意服務好 本土的香港人社群 成為香港台家人 我們無畏無懼 邁向2022未知的新挑戰 香港人聽香港台 Hong Kong Air Station 香港人主場 香港台一家人 齊上齊落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自學教室的TED 擁有超過13年的簽證審批經驗 如果你對移民加拿大的資訊 又或者政策有任何移民的話 都歡迎來到我們的website 又或者直接電郵給我們 打壓時機 下個成功移民的可能就是你 成功到困了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難每一刻 總有支持無分 你說我明天一起每天 齊盼安和寄望分享這信念 無論這地劃隔鎖 總可再見面 規定著決意的理想 萬去飛前 相一起同行 不顧當一人 齊底漢暴雨 一起看自由其後 萬歲到押頭 榮光輪廓同盟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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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加油